4月19日,浙江杭州,有一个小男孩哭着报警说自己很害怕 民警马上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原来是小男孩犯了错误,担心回家后被爸爸打 有一次,我犯了错误,然后我爸爸犯了错误 人家很冷的打我,妈妈都说不要打 随后民警送小男孩回家,发现家里只有小男孩的外婆在 经过外婆的询问,民警才知道小男孩犯了什么错误 后来才知道,在4月18日,小男孩骂同学傻 爸爸知道后,回家就把小男孩打了一顿 没想到在4月19日,小男孩又骂同学了 最终,在民警的安慰下,小男孩情绪稳定了下来 也对小男孩和外婆进行了劝导 让小男孩不要再骂人了 也希望家长能换一种方式